欢迎打开ROBI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登月先锋FIRSTMAN 由奥斯卡最佳导演 Damián Chazelle 指导 Ryan Garthelen 饰演 登上月球的第一人阿姆斯壮 Claire Foy 饰演她的太太 Jenny 改编至James R. Hansen 所写的传记小说 《登月第一人,尼尔·阿姆斯壮的一生》 这是一部叙述阿姆斯壮 在美国和苏联的登月竞赛当中 成功的逆转胜 成为踏上月球的第一人 跟我在关键少数这部电影的影评当中讲的一样 大家应该都知道谁是第一个踏上月球的吧 于是整部电影的重点 不在乎阿姆斯壮和APRO11号 到底有没有成功的达成任务 而是为了人类历史上这个了不起的里程碑 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要牺牲多少优秀的人命 还有要克服多少的难关 大致上这部电影会让我们看到 阿姆斯壮这个英雄故事 他背后说不上光彩的那一面 这是一部绝对优秀的电影 不过说真的它不是我的菜 我不能算很喜欢这部电影 即使它拍的真的很不错 导演前两部的电影分别是 《晋级的鼓手》还有《越来越爱你》 都是音乐占了很大成分的电影 在《登月先锋》里 少了前两部电影的这个特性 而很一致的则是 三部电影我们都会看到一个人要完成自己的理想 不断挑战自我的极限 因此在《登月先锋》或者是《晋级的鼓手》 还有《越来越爱你》当中他们的主角 更像是一种极致的精神象征 而比较不像是真实的人物 尤其是在《登月先锋》里 电影没有挖掘出人物最真实的那一面 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极致却单一的形象 这样的主角在《晋级的鼓手》当中很成功 因为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在《越来越爱你》当中我也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那是一个音乐剧电影 前两部都有音乐和表现形式的衬托之下 和这样的主角是相辅相成的 但在这样写实风格的传记片当中 少了我想要看到的丰富度和满足感 再说说我喜欢的部分 我喜欢这部电影让观众真实的体验到 从地平面要冲往太空中 所要承受的那些力道 跟着主角一起摇晃摆动甚至是旋转 一个英雄的故事 导演却选择用平凡人的观点去诠释 因此到后来我完全没有为这场太空冒险 感到任何的兴奋 因为这之中要付出的代价真的是太惨烈了 这个结局真的是不惜一切才能办得到 中间的过程要经历的失败 真的是挺煎熬的 当然主角在电影当中有讲到 为什么要登上月球 可以改变所有人看世界的观点 这个解释是非常好听的 可惜到了结尾的时候 阿姆斯壮成功登上月球之后 做了一件小小很特别的事情 有点把这句蛮有意义的话缩小了 故事来回在登月的计划 还有阿姆斯壮的家庭生活 可惜我没有在家庭生活的这一条直线上面 得到对这个角色更多的了解 除了一开始的事件 后面你看到的就还是那一个太空人阿姆斯壮 他不断的利用工作去逃避在家里 他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的结局 在登月计划成功之后 男女主角收尾的那颗镜头 很漂亮很好看 不过那就代表了这对夫妻他们之间的问题解决了吗? 达米恩·查哲雷真的是在电影技术上面做得非常厉害的一位导演 登月先锋在摄影音效配乐上面都非常的优秀 很真实的特效场景 让电影沉浸在一股迷幻又压抑的氛围当中 只是剧烈摇晃的画面 我真的还是有点受不了 看完之后我觉得雷恩·葛斯林或许不是阿姆斯壮的最佳人选 我让他演一个把妹耍帅的人 好像真的没有办法释放他的演技还有魅力 电影中大多数的时间他都板着脸孔 虽然说那个细腻还有心碎的演技他是有做到的 不过角色上面的情绪起伏还是太少了 而女王陛下Clay Foy的演技是让我有点生意的 他在这部电影当中永远是同一个情绪 永远都用一个很凶悍的怒势来诠释自己的害怕还有痛苦 不像他在王冠当中的角色有那么多的变化 但月先锋不是特效满满的英雄爽片 是一趟真实带领我们离开地球表面的旅程 不像是地心引力甚至是绝地救援 片长有点长剧情没那么的有戏剧性 虽然是一个蛮沉重苦闷的英雄之旅 我想不是每一个观众都会喜欢的电影 特别推荐给你还没有看电影看到晕这种经验的你去欣赏 人月先锋这部电影我有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贝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次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